工作机构和联系机制 即使两会商谈不断深化的产物 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 双方有必要尽快就金和会的成员构成 议事规则等进行充分的沟通 形成共识 我们认为金和会 首先应具有鲜明的两岸特色 其设立和运作 有必要始终在两会框架下进行 王毅表示 金和会应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 为此在人员构成和具体操作 以务实灵活有效 并且能够根据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 不断完善和创新 据大陆主管部门统计 自去年6月30号至今 实现赴台投资的大陆企业 共50多家 金额为1.33亿美元 相对于过去单项不平衡的投资格局而言 已经有了良好开端 大陆将继续鼓励陆资企业赴台投资 也希望台湾方面逐步放宽投资领域 完善配套设施 为陆资在台投资经营 提供公平合理的环境 中国西北进京通道的大堵车 还在继续 9月1号上午的9点钟 本台记者刘晓波带领的报道队伍 从堵车的主要源头之一 内蒙古的尔多斯出发 一路去车 跟随着运煤卡车前往北京 也记录下了一路上的车流状况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包茂高速的 叫做尔字豪收费站 那这个站点呢 距离鄂尔多斯是非常的近 我们知道这个内蒙古啊 目前是国内最大的一个煤炭外运省 那么另外呢 由于这个山西也是一个产煤大省 大量的运煤车 从去年开始就涌入到了这个内蒙古境内 那么应该说是在内蒙古境内 它的堵车现象 应该是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 就非常的集中了 9月1号早上9点 记者从内蒙古阿尔多斯市 尔字豪收费站出发 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 向北京方向前进 在上午10点半的时候 记者到达包头萨拉奇地区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 报道队伍共行驶了 大约100多公里的路程 那么由于这个包头 也是这个主要的产煤地之一 那么在这里 从来自于包头和来自于 阿尔多斯的双向车流 形成了一个汇流 那么一方向就是走桥下的110国道 还有一个就是走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 京藏高速公路 下午1点40分左右 采访队伍继续开上京藏高速 下午5点左右 当采访队伍进入到内蒙古 乌兰查布市小纳尔地区的时候 出现了大量车辆滞留的现象 我现在就在这个堵车的现场 可以说在十分钟之前 我们看到的场景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在十分钟之前 我们的这个车队车尾就堵在了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路政部门 还有这个交管部门的疏忠呢 现在车辆能够缓慢地向前前进 那么现在110国道上 我们看也有很多大量的这种 大卡车在那里面滞留 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就在这个堵车的现场 我们可以让摄像师镜头摇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下边的精脏高速公路上 只见车来不见车往 那么停着的这些卡车呢 就是前往北京方向的运煤车 那么之前在这个5点钟 我们看到车流有一个缓慢的前行 那么经过之后的了解呢 发现这个前行只是将这个部分车辆 疏导到了这个旁边的110国道上 目前通过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110国道上的大卡车 基本上也是纹丝不动的 那么堵车的现象可以说是 目前非常的严重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缓慢行进 到晚上8点25分左右 采访队伍仍然被堵在小那儿地区 现在这边的天已经完全的黑了下来 那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啊 简单来看一下 看我身后这些大卡车都已经熄了火 那么现在这里呢 也就是还我现在目前的位置上 还是在这个小那儿地区 这里距离这个河北省境内的东洋河收费站 有100多公里的距离 更多新闻资讯来快速罗兰一组短消息 中国国家发改委决定 从9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教育收费专项检查 包括学费住宿费标准 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政策落实情况 免除符合条件的进程务工人员 随签子女交费政策落实情况等 华夏航空公司所有航班1号起全部停航 复航时间将根据民航部门检查结果另行决定 8月28号 华夏航空一航班在执行石家装置贵阳飞行任务时 着陆过程中又机翼一肩擦地 目前华夏航空公司已经展开全面安全检查 中国将在9月份对全国近1亿儿童免费接种麻疹疫苗 针对接种疫苗后产生异常反应的问题 卫生部表示 接种出现异常反应与疫苗生物学特性和受众者的个体差异有关 绝大多数可在一到两天内自行恢复 目前相关部门已制定应对异常反应的监测和处置方案 针对跨地区消费投诉难的问题 日前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香港等21个城市 开通消费维权直通车 今后消费者在其中任何一个城市购买商品 或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都可向居住地的消费者组织投诉 通用汽车中国公司证实 在美国的汉马生产线已经停产 汉马品牌将完全关闭 今年2月 通用汽车宣布四川藤中重工 未能按期完成对汉马的收购 将逐步关闭对汉马的运营 目前中国汉马保有量为四五千辆 通用仍将保证车辆出售后 15年的零配件供应 新学期一时 韩国祥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 都将领到中国20个省份 初高中学生使用的历史教材 这套教材将采用原版引进 并采取中外混编 中外对应的编写原则 将中外历史放在 同一时间背景下去体现 以便韩国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 近日珠海某小区的一户居民家中 闯入两条两米多长的黑色大蛇 当地野生动植物保护人员 及时赶到将大蛇制服 大蛇学名为过树龙蛇 是广东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工作人员说 蛇可能是为了抓老鼠 才进到居民家中的 不久前 吉林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工作人员发现 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 跟随野生丹顶鹤 连续两年进行了南北迁徙 并在保护区内产卵孵化出 两只小丹顶鹤 工作人员计划将在秋天 丹顶鹤再次迁徙时 设定卫星定位 全场的跟踪迁徙路线 世界各大平面媒体的头版 都在关注一些什么样的消息 马上带您来一一浏览 谢谢 好的 来进入今天的世界头版 大家都知道 美国长期以来 一直在限制军用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但是最近为了增加出口 拉动经济 美国准备放松这种管制 路透社的一篇文章做了报道 说奥巴马说 这将帮助美国制造业创造工作岗位 但是政府仍然将严格控制 敏感技术的出口 再来看日本独卖新闻的一篇文章 9月1号是日本的防灾日 全国各地都要举行防灾训练 今年日本35个地区的67万8000人 参加了防灾训练 这次演习 假设三个海域的巨大地震同时发生 来考验政府和市民应对措施 是不是到位 再来看英国新政客的一篇文章 英国的财政大臣决定 在削减支出计划上 以身作则 削减大约四分之一的财政部的员工 希望为英国政府开源节流计划 树立一个楷模和标并 再来看英国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 美国宇航局正在制定 2025年前向小行星派遣载人航天器 这样一个计划 宇航员登陆小行星 不仅可以作为火星登陆计划的 技术准备和测试 还有助于科学家 研究如何避免小行星撞击地球 再来看沙特利亚德报的一篇文章 目前伊朗国内的药品当中 有97%是伊朗自主研制和生产的 只有3%的技术要求非常高的 或者是消费需求非常少的 采用国外进口这种方式 这也就是说在经济封锁下 伊朗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医药业的 自给自足 再来看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 长期以来呢 人们一直认为深海鱼当中的 Omega-3脂肪酸有助于防止心脏病的发生 但是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 荷兰的研究人员经过40个月的临床观察以后发现 涉入Omega-3脂肪酸并没有显著减少严重心脏病 和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所以这篇文章的报道也改变了人们长久以来的看法 最后再来看德国明镜周刊那篇文章 南非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钻石产地 最近南非又发现了五颗超大钻石 总重有507克拉 其中最大的一颗有136克拉 大小像橙子一样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非常的漂亮 好 以上是今天的世界头版 好 稍后回来中国新闻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 带给您一会儿见 东北出海新通道 中国南东港 伊沙贝拉 横溢盛世 中国纵经销 拜水都江燕 问到青城山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看 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荷尔在9月1号的晚上 接连发生了三起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了至少30人死亡 还有200多人受伤 随后呢 巴基斯坦塔利班称 这三起袭击事件是该组织所为 拉荷尔警方说 这三起袭击相继发生在35分钟之内 都是针对当地什叶派穆斯林 当天晚上举行的一个宗教纪念游行活动 爆炸在人群中引发恐慌 并且导致踩踏事故 造成伤亡人数众多 第一起爆炸 发生在当地一座 著名什叶派建筑附近的街道上 有一个定时炸弹引起 几分钟之后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趁乱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随后 另外的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在游行队伍尾部附近 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据警方初步调查 自杀式袭击者的年龄 在14岁到20岁之间 袭击发生之后 不少民众抗议当局的安保措施不利 部分愤怒的民众甚至冲击附近的一个警察局 并且放火烧毁了几辆警车 警方释放崔磊瓦斯和朝天鸣枪 驱散了人群 当天晚上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头目 嘎利侯赛因在给媒体的一份录音声明中说 这三起袭击事件是该组织所为 他还表示 塔利班组织将会发动更多恐怖袭击 目前庞哲普省政府 已经在拉赫尔部署准军事部队 以确保市民安全 为了向这次袭击事件中的死难者致哀 当地政府宣布从2号开始连续三天为哀悼日 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 当天晚上对袭击事件表示谴责 并且下令有关部门对事件展开调查 近几个月来 拉赫尔多次发生和教派冲突有关的袭击事件 造成数百名伤网 美国当地事件1号的下午 一名枪手闯入了探索频道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总部 并且已经挟持了至少一名人质 根据当地警方透露 枪手身上可能帮有爆炸装置 那么到目前为止 警方已经封锁了大楼和临近的几个街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一名男子当天进入美国发现频道 位于蒙哥马里县银泉的总部大楼 劫持了至少一名人质 并且在身上可能携带爆炸物 目前警方正在与其进行谈判 拆弹专家也已经赶赴现场支援 据了解 事发时发现频道总部 大约有员工1900名 当地警方表示 初步确认该男子为亚裔 名叫詹姆斯里 身体前后都绑着 类似金属罐形状的装置 手中还持有枪械 据了解 詹姆斯里是一名环保主义者 曾经多次发表 针对发现频道的批评性言论 另据当地媒体透露 大楼内一个托儿所里的孩子 已经被疏散 并且转移到附近地区 该托儿所约有100名儿童 9月1号是美国驻伊拉克战斗部队 正式撤离伊拉克的日子 而就在同一天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回忆录旅途 也正式出版发行 这位昔日因为涉足伊拉克战争 而饱受争议的英国前首相 因为新书的发售 又再一次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由于9月1号发行日当天 正好赶上美军战斗部队 撤离伊拉克 因此回忆录中 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部分 极为引人关注 布莱尔在书中说 自己曾经为在伊拉克战争中 丧命的人流泪 更对那些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们 表示万分的歉意 他自己也没有料到 战后的伊拉克 竟然如同噩梦一般 但是布莱尔也同时坚称 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决定 没有错 自己并不后悔 布莱尔的这些话一出 就立刻引起阵亡士兵家属 和一些抗议者的指责 其中 每日邮报 头版的大标题 就说布莱尔为死难者 流的眼泪 是鳄鱼的眼泪 托尼布莱尔 1997年率领工党 在大选中 压倒多数性的 击败执政近20年的保守党 成为风光一时的英国首相 2007年 布莱尔辞去首相职务 在布莱尔执政期间 英国经历了戴安娜去世 波黑战争 科索沃战争 911恐怖袭击 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等多个事件 因此 他被英国人认为 是工党数十年来 最为出色的一位领袖 同时也是一位 保守争议的人物 布莱尔本人 在回忆录出版和发行的当天 并不在英国国内 但是他将在一周后 在这家书店 进行签名授书的活动 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和发行 标志着这位远离英国政坛 三年多的政治人物 又将回到英国的政治争论当中 这是本台记者 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受到中美两国制造业数据利好的提振 纽约股市在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里 大幅度的上涨 三大股指收盘 都是创出了七月初以来最大单日增幅 道指上涨254.75点 那么收于10269.47点 涨幅为2.54%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 还有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涨幅 也都接近3% 另外呢 伦敦股市在一号也出现了上涨 金融时报100种股票 平均价格指数的涨幅达到2.70% 体育方面还有一组消息 同样是值得关注的 一起来梳理一下 体育方面 首先来关注南兰市锦赛 中国队昨天晚上迎来小组赛的第四个对手 俄罗斯队 在这场事关出现的关键战役中 中国队拼到了最后一节 拿下全场最高分的孙岳 成为了中国队的最大亮点 但是全队高达19次失误 让中国队以80比89输给了俄罗斯队 此前一胜两负的战绩 让中国队本场比赛不容忍失 强烈的求胜欲望 让中国队打出了不错的开局 王世鹏的突破 阿联的勾手大致的三分 于树龙的远投 中国队新老结合打出了新的面貌 首截中国队21比15领先 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 中国队的失误也开始增多 而俄罗斯队的外线也找到了手感 莫尼亚连续命中两季三分球 帮助俄罗斯从落后六分变成了领先七分 此时中国队主角联邓华德及时叫了暂停 并将孙岳替换上场 孙岳的表现成为了本场比赛 中国队最大的亮点 他先是在高位中投命中两分 紧接着激紧地在后场断球 然后冷静地命中三分球 一分钟后 孙岳单打造成对方犯规 他稳稳地两罚全中 两分钟内连得七分 孙岳用惊人的表现 帮助中国队将比分反超 半场结束时 中国队43比40反超对手三分 比分胶着的时候 需要领军人物来改变比赛的结果 作为中国队的核心 前三场比赛场均25.3分 和10个篮板的一届连 没能带领中国队走出困境 在俄罗斯队的重点关照下 他全场12次出手 只命中六次 14分和9个篮板的表现 也创下了本届世锦赛 个人最低得分 他关键时刻的两罚全失 也为中国队的失利 埋下了伏笔 在刘伟的这次失误后 俄罗斯队趁机打出了 14比0的高潮 将比分迅速拉到到10分 尽管中国队最终 是以80比89输掉了比赛 但是邓华德 从球队的表现中 看到了希望 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 我们一直在战斗 我们在场上拼得非常努力 我们打得很好 只是在最后时刻出现了一些错误 但是我们会战斗到底 来关注美国网球公开赛 美国网球公开赛 今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 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中国金花郑杰状态低迷 结果只抵抗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以3比6和0比6 败在了全世界第一 伊万诺维奇的牌下 无缘第三轮比赛 郑杰与伊万诺维奇此前三次交手 郑杰两胜一负 值得一提的是08年的温网 持外卡参赛的郑杰 将高居世界排名第一的伊万拉下马 自此塞尔维亚人的状态陷入低迷 不过今年的美网 两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郑杰略显疲惫 而伊万则渐入加进 首轮两人一个艰难 一个轻松的晋级过程 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本场比赛伊万诺维奇 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而他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发球 咄咄逼人的发球 让郑杰无力招架 原本灵活快速的打法 也就难以显效 整场比赛 郑杰的一发得分率 比对手低了20% 而16次二发更是只得到两分 没有了发球的支撑 郑杰在场上全面落败 在以3比6输掉首盘之后 在第二盘更是吃到了鸭蛋 0比6坦白给对手 仅用了56分钟 郑杰就以0比2高度 这也是继奥网四强之后 郑杰连续第三次 直播大满观次论 还有四个多月时间 南卒亚洲杯就要在卡塔尔举行了 国卒目前正在河南郑州 备战9月3号 与亚洲竞旅伊朗队的热身赛 国脚中的新面孔 正在渴望抓住机会 能够打赏亚洲杯的末班车 由于比赛场地 航海体育场正在修整草皮 所以国足和伊朗队的前期训练 都安排在了距郑州市区 40多公里外的建业中墓基地里进行 本次国足首次招入了上海生花队的中场核心于涛 以及久违入选的周海斌和孙祥等人 目的也是为了在亚洲杯之前考察更多的球员 目前国足队员基战术能力相对接近 随着亚洲杯的临近在各个位置上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我觉得作为这支球队来说 也要珍惜每一次体育比赛的机会 争取要尽快地磨合队伍 作为我自己来说也要尽快地融入到这支队伍当中去 好 以上是今天体育方面的消息 好 节目最后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我们来看看备受关注的狮子山和原规的最新动态 热带风暴狮子山刚刚在福建张部一带沿海登陆 那受到它的影响 今天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中南部江西中南部以及东北部 还有台湾的西部将普遍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 其中在广东的东部福建的东南部呢 还将会下起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 那今天像在厦门 香港 广州这些大城市呢 都将会是暴雨如注的天气 其中广州今两天雨是都会非常的大 大雨或者是暴雨 而且今天呢在图上这些海域还将会有六到七级的大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原规的最新动态 强台风原规昨天晚上减弱成为了台风 今天早晨五点半 它是在朝鲜到韩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 那原规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主要是海上的大风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美非常巧合的是呢 在大西洋上现在也是有两个热带气旋存在 其中一个呢将会影响到美国 影响的时间将会是在这个周末 那到时候包括华盛顿纽约在内的美国的东北部一带呢 都将会下雨 而且这个气温下降的也是会非常的厉害 那像这两天三十多度的炎热天气 到了这个周末将会变得荡然无存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 北京多云转阴21到29摄氏度 长春多云15到26度 沈阳晴17到29度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 贵阳阴18到23度 济南多云转阴20到29度 上海大雨转阴26到33度 福州 浮州振雨26到32度 广州振影转暴雨25到33度 福顺多云18到27度 唐沽多云转阴22到30度 石嘴山雷阵阴阴多云13到27度 德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 延城雷阵雨22到29度 新宇阵阴转中雨23到31度 桂林多云24到34度 深圳振影转暴雨26到32度 沃泰华振影转小雨14到30度 华盛顿晴转多云24到36度 伦敦阴转多云11到22度 莫斯科振影转阴11到19度 巴黎多云11到22度 东京多云26到35度 爸爸说